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持續很熱 最主要還是西南風的持續影響 不過降雨有落在平地多一點 今天台中雨真的還蠻大的 這個累積下了200多毫米 所以請大家注意 在這個夏天的時候 遇到這種西南風 那特別是本地的一些水氣 影響是很大的 那另外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利奇馬颱風 它的這個今天的中心呢 已經進入這個渤海灣 這個叫做渤海灣 那這個是山東半島 那這個是遼東半島 現在就在這個附近 那應該在這一兩天內 就會變成熱帶性低期 那它其實經過了六個省 從這個浙江一路這樣上來 等於是說破了一些紀錄 大概600多萬的受災戶 然後總共有30多人往生了 所以對當地來說的話 是影響非常的大 那另外還有一個呢 科羅沙颱風 各位看起來它眼好大喔 這個不是說它特別強啦 是有一些乾空氣跑進去 所以它的強度呢 都一直維持在這個地方 那未來呢 各位可以看 其實第一個觀察 我們的西南風 會持續大概一個禮拜 尤其呢是科羅沙颱風喔 北上的時候 北上的時候 會帶動這邊的西南風 可能會再增強 所以未來這幾天 我們還是要觀察 那這個科羅沙颱風呢 預計呢 從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影響日本喔 禮拜五就慢慢脫離了啦 主要是禮拜三禮拜四 所以大概最主要就是這個 九州這個地方 然後四國中國或是關係也會影響到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大致上呢 我們這邊未來呢 會持續著這種西南風的天氣型態 那會不會有勞動在捲起來呢 的確這個就要觀察了 現在來看的話 目前預測模式還沒有 但是這不代表明天就不會沒有 這個是一個滾動式的調整 我們會給大家密切觀察注意喔 那這幾天呢 其實西班部持續的有一些降雨喔 這個就有點像是這個遊擊隊一樣 下在哪裡每天不一樣喔 今天是在台中 那明後天呢 可能是在中南部 請中南部還是要提高警覺 跟過去的幾天相比喔 比較不一樣喔 已經不是下在山區的喔 平地也會下 那午後的熱對流 請這個中南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 這個雨呢 有時候下起來 這個又閃電又累積的很劇烈喔 特別是下午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 預計禮拜二 禮拜三到禮拜四 禮拜五都有機會 那這個呢 強度呢 就跟未來要發展的這個 西南風有關係啦 請大家留意一下 那今天呢 有下一點雨喔 大概溫度有點降 但是其實北部跟東半部呢 在西南風的後面沉降 溫度還是比較高 但是沒有像今天幾天那麼的熱啦 那明天白天呢 雲亮來說的話 各地稍微偏多一點 北部溫度呢 大概35 36度 東半部也有一點這個下沉氣 還是有一點偏熱 不過午後震雨呢 應該是明天也一樣會蠻劇烈的 請大家多留意了 我們剛剛很建議喔 西南風天氣還是持續著 西半部呢還是不時有震雨 這個不時呢也不是整天都下啦 就是有時候時晴之雨會發展起來 北部東部有點沉降悶熱 但是有時候這個水氣會北漂上來 那近期呢還是颱風發展的溫船 不用太緊張 但是這時候沒有的話 請大家好好把握 這個時候呢本來就是颱風的旺季 定期的關心 定期的留意氣象這是必須的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